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自带离现场 而这冲突的原因都是为了他们两个 那打的还要被拍照 好了 我们是两家座 不要打他 我们回去啊 我跟你们回去 你给我回去 把你们讲 把你口罩立法 走路都走不稳 摇摇晃晃 嘴里还不停碎碎念 被警方送上车 但离开没多久 对方人马也找人来助阵 直接就当着警察的面 动手打了起来 双方人马二十几个黑衣人 叫嚣 腿挤 拉扯 护殴 连衣服都扯掉了 就算被强制隔离 还在呛 互呛自己的黑道背景 嚣张态度 吓坏人 事发在十六号凌晨两点多 成姓姐妹汉高姓 李姓男子 各自在餐厅喝酒 却突然爆发口角打了起来 双方都受伤流血送医 没想到近人又送到同一家医院 下路相逢 又闹一波 九颗护殴还一路打到医院去 互相叫人助阵 一共三波冲突 害得医院整个晚上都不平静 三里新闻 丁伟结章的圣柳余景 新北市报道